屏幕上这六大荣誉 一辈子能获得其中的一个的人 就已经是人杰了 而有一个人则全部及其 堪称栋梁中的栋梁 他就是咱们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 程开甲 程开甲从小就成绩优异 在浙江大学毕业后 又远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 是从当时顶尖的物理学大佬 伯恩和薛定谔海森堡等 著名的科学大牛谈笑风生 在学成拿到博士学位后 爱博的程开甲放弃英国的高待遇 选择回到百费代兴的新中国 他先后在浙大南京大学教授物理 并出版了中国第一本 《固体物理学专著》 1960年 在接到一个密令后 程开甲放下学术前途 走下了讲坛 从此秘密投身到原子弹的研制中 在西北荒凉的罗布坡上 他和同事们埋头苦干 凭着极端气温 饮用水短缺等恶劣条件 艰苦奋斗了整整22年 在这期间 程开甲设计并领导了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轻弹爆炸等30多次试验 为咱们中国 盛开了金石的核保护伞 被人尊称为 中国的核次令 在地下核保试验时 为了得到试验数据 程开甲和同事 冒着核污染的风险 爬进了测纸巾 压上身体健康 终于拿回了许多珍贵的核保资料 这些历史直到1999年9月18号 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 两单隐星功勋勋章时 才被人们知道 当时的程老已经是81岁高龄 已经被中国核武器的研制 隐姓埋名了40年 程老在2018年永远地离开了 但他为国家奉献的一生 值得咱们所有人铭记